我想我蠻自卑 曾經有一些導演或行內的人 也有說過我太年輕的感覺 可能身形比較瘦削 樣子不太成熟 經常覺得我浪不起制服的衣服 以前看《烈火雄心》的人都很威武 王喜 鄭家榮 有些人會覺得我不行 但其實隔了幾年後 我覺得自己有轉變 再加上騰兒找我 我覺得是時候要接受新的嘗試 你剛才的時間都挺… 招職的 覺得自己很聰明 甚麼都是第一名 入行堂想自己一定是第一名 老師是想我們… 即是阿Sir 想要我們團隊合作 我就不一人做 自己做完 就行了 我完成了 你跟我做 那一開始很討厭 我不希望經常都跨著 在做一些乖乖的形象 難得有些挺好玩 最初是衰衰格格的 但後來又因為遇到一些事情 去改變了我整個處事手法 有一個成長的過程 我覺得是拍到出來的 我想我挺自卑 所以跟我自己本身的性格 是挺大分別的 我是屋邨成長的 很多事情我不懂 剛進來社會工作或在娛樂圈工作時 很多事情好像跟別人有很大距離 我甚麼都不懂 他們的興趣我其實是聽過的 以前哪有錢去玩的 我不記得我入行的時候 其中一個經理人說 你要增值多些 例如你出去玩滑水等 我立即就看看滑水是甚麼 原來滑水要這麼貴出一次海 那時候我怎能出呢 覺得這些東西很貴 一直積著這些東西 覺得又沒錢 讀書又不多 跟這個圈子好像很不合格 那時候會令到性格慢慢覺得自己很低微 《120》也有很多作品在《120》 《四葉草》是《120》 《保持通話》也是《120》 去到Diva的時間 就開始是去到13多 140左右 這個位置停留了很久了 停留了近年 直到去年的8月 拍完《不日成婚》之後 就準備這套劇 準備不日把關者門呢 開始練習 就上癮了 一年時間就由這個68kg到74kg 其實都是要吃 粗 要吃得多 粗得多才會吸收 才會生長 但其實我還未完成這個鍛鍊 我自己想再大塊一點 然後就收水 會乾身一點 但如果現在收水 又會太瘦 我就想再大塊一點才收 所以距離我的終極目標 都還有距離 所以你打算給我幾個 我打算去80kg 之後再收水 再撞撞 給我來說 但是我敢再加 跟屁股 裂 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